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护国神山台积电的法说会 除了这个法说会讲得很好之外 也给了台北股市无比的信心 外资大幅回补台积电 也让指数转为为安了吗 上个礼拜五 美国股市的伺服器概念股 美超为也大涨 让台股的AI一军士气大震 周一持续的上扬表态 只是大家关注的是台积电 怎么今天看起来 有一点点续航力不够呢 有没有关系 如果神山整理 那么中小型股在封关前 机会又来了吗 怎么选呢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王兆丽 兆丽哥午安 明君好 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吴岳展 展哥好 明君好 大家午安 欢迎分析师邓尚伟 邓老师好 明君同学们 大家午安 好 台股长除了神山发威之外 有一个人也很重要 那就是内耿男人黄仁勋 回答警长黄仁勋他又来台湾了 这一次又被捕获 来台湾逛宁夏夜市吃小吃 拼经济 那他来台的消息呢 也激励台北股市 封关之前AI一军大复活 好 台北股市呢 如果说AI一军复活的话 准备公万八无悬念吗 那优等生有谁包含了 世新KY 智元 维影 哇 股价都创下了挂牌新高 那么AI的下一棒 还会轮到谁呢 在老师帮大家找到了AI时代需要大容量 硬碟巨头股价 大家没发现去年涨了40%以上 谁是漏网之余呢 请问赵丽老师 美超围单日喷了36%的幅度 你没有看错一天涨了三成 伺服器真的这么旺 有没有机会呢 台湾的伺服器概念股大涨之后 来挑战前波的大黑K呢 能不能够吞得下去呢 因为音业打已经示范给大家看了 今天的大涨吞下了之前 这个留下来的爆量黑K棒 而美超围的概念股 还有谁可以做留意呢 另外大哥最近这两天是出量稳住军心 封关之前到底是要买大哥 还是买小弟呢 前波好多超级飙的中小行固 还有谁可以继续的表演 我们请问展哥 超围回答股将连聚的创下了新高 但是为什么伺服器概念股今天事工 台积电却是有一点点拉回整理呢 AI概念股啊 这个扩散效应真的压不住 齐宏今天勇猛的再创下挂牌新高 但邓老师上周提醒了 我们散热股啊 如果说稳健一点 我们找落后补长的也很有机会 谁肉还很多 请邓老师帮大家来追踪 广告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台北股市封关倒数11天 气氛越来越好 因为上个礼拜四台积电的法售会给足市场信心 台北股市中午大涨今天续扬 但今天结构不一样 因为不是只有台积电表演 今天台股大涨133点 但台积电是熄火的哦 中小型股马上跳出来接棒 今天收涨133点收在17815 那成交量有比近4000亿元是3956亿元 台积电没表现没关系 我们看看 AI一军的广达今天续扬 最高攻到260 那这个尾影部分呢 这伺服器的比重最高 今天攻到亮灯涨停板 尾创盘中一度拉涨停 那技嘉在尾盘也拉上了涨停板的价位 从K线来观察 其实这个赵老师有输啦 台北股市上周五的这根呢 扭转向上的红棒 短期之内呢 也确立了台北股市呢 有这个转危为安的条件 日K拉出了连三红 如果AI一军都大涨的话 封关前可不可以拼万八呢 这第一个要请问老师的讯息 那为什么气氛那么好 除了台积电之外啊 没想到周末有人去宁夏夜市逛街 又捕捉到那个男人的身影 那就是辉达警长黄仁勋 封关前来台湾呢 主要参加这个辉达的尾牙之外 也要跟着供应链来聚会哦 固装意味十分的浓厚 那其实辉达圆月股价也是喷了20% 创下史上新高 它传出出席台积电先进封装聚会 要甩开超微B100拼今年Q2提早出货 那包含了广达川湖 骑鸿伟创等等 辉达概念股呢都渴望受惠 但是上个礼拜也有这个AI大军召开了 旺年会那就是广达 广大的董事长林百里 也是现今的台湾首富啦 他讲哦营收并没有不好 下半年会陆续出货 Cowars产能到广达5到8月会非常好 如果营收在5到8月发动的话 股价先反映现在是不是切入的好时机呢 因为欧系外资上修目标价到299元 那气氛一好呢也不要忘记 本周开始放寒假了 台北电玩展 这个展前卡位的最后时机到了嘛 好 我们问教老师很多的讯息 第一个是先问大盘的部分好了 大盘连续两天的大涨 但是结构不一样 今天还今天没表现 可是钟晓星骨跟AI君全部的往上冲 感觉好像这个气氛转家之外 这个内容结构也很健康 在封关前大家是不是真的可以 用力的做多赚个红包财呢 对 没错 我想在讲台股之前 当然你可以看到 其实美股的部分四大指数 除了罗数2000之外 其实都是创下历史新高 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 其实就是在上礼拜三 压低结算完之后 指数来讲的话 就会开始出现上工的一个走势 前部的高点 我跟大家报告 我们先不讲美股四大指数创新高 其实你看这个地方的一个套牢量 其实是没有的 这两天来讲的话 其实尤其上礼拜我补完量之后 今天来讲稍微量缩又创下新高 其实17956这个高点 我觉得应该没几天就过了 这个指数来讲的话 要挑战1万8以上 其实说真的应该是轻而易许 为什么这样讲 第一个台积电的部分 我想台积电当然 它不可能天天大涨 因为在上礼拜五已经大涨了 你知道吗 今天再大涨个3.5% 那不是又要直接上上1万8了吗 这个不太可能 所以它就变成轮动 好 轮动 你看一下 因为刚好AI的股票 你看一下 刚好美超微在上礼拜五 涨了35.9% 很夸张 然后NVIDIA CEO 又来台湾你知道吗 这两个利多的加持 因为美超微 其实在上礼拜四的盘后 其实涨大概不到10% 对 差不多9%多 结果缩盘涨35.9% 这是什么概念 也说一下历史新高 所以就带动了 今天的AI的股票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股票真的是轮动了 我们看几档股票好了 你今天涨谁 其实上礼拜五我也跟大家讲 你比如说像3231的伟创 伟创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它之前来讲 它已经打了很低 那当然股价 你看连续两天的大涨 2382的 广达 广达 你看一下 2377 2376的技嘉 对 你看一下23有没有 就是整理 那你看一下 2353的红旗就没有了 因为它之前涨了一段 相对就没有 2357的滑硕 也是相当的干 因为现在似乎 我跟大家报告 真的是轮动了 你之前涨AIPC 现在又涨到AI伺服器 你知道吗 其实它就是一个轮动的架劾 对 老师说 因为AIPC之前涨多了 反而会轮到AI伺服器发动 没错 好 刚好因为美超委 刚好NVIDIA CEO来等等 好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好 这些当然都是盘面上的利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伪创 那其实最强的是谁 6669的一个 伪影 因为它的AI伺服器 它本身本来就几乎都是AI伺服器 那尤其又是AI伺服器占的比重高 所以整理完之后 股价来讲 相对上而言 它就容易创高 那假如今年预估EPS 大概有可能100块的话 其目前的本益比 相对上来讲比较偏低 所以它相对上来讲比较强 所以假如说以代工这一块 其实指标就是在6669的一个违影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那当然有些股票 我说真的 你说伪创涨了两天 广达涨了两天 违影创新高 违影创新高 怎么买 这是怎么买 这就不可能你每次都看到 涨了1 20%之后再去追 你看一下 美超微的部分就是因为这样 就上礼拜五 那NVIDIA的部分来讲 它持续创高 所以AI的族群里面 当然我说真的 它也会进行轮动 那你比如说IP的部分好了 我要讲的就是 好 这里面有相当多 今天都蛮强的股票 你比如说像散热 像大股东在卖股票 3017的起哄 大股东卖股票的时候 股价来讲还是创高 就是创了波段新高的一个水准 好 那你像旺席的部分 这个也涨得非常多了 你比如说像秦城等等 好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所以就是说 假如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你要买 你要买什么股票 好 那当然美超微金 上礼拜五涨了30几% 你说美超微今天还可以涨个10%以上吗 很难吧 我相信那个因为它调高它的一个 上一季的一个 财测 对 营收目标跟获利的一个目标等等 好 所以带动你伪创起来了 唯一起来 你看3217的一个优群的部分 好 也是上来 其实之前我有跟大家讲过 这种就DDR5的 说过高绝对是 对 这个会过高 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你看一下 其实我跟大家讲 所以你真的要从产业面来看 你比如说像2408的 大家讲的记忆体 你看 股价2408 2408 2408的南亚科 大家有没有发现股价响 对啊 你最喜欢的3260的威钢 威钢 股价也是 你看一下 3260威钢的部分 股价大概也是回档修正 对 对不对 2344的滑邦电 对不对 因为这种你跟HPM 你跟DDR5没有关系的 没什么关系的 其实你的股价就不容易 真的高绝对整理完之后上涨 因为大家现在又担心 不管是SAMSUNG 不管是INVE 不管所谓HINES的部分等等 有可能针对一些记忆体 又要开始扩产等等 所以好 那你像246的立台 当然今天也满强的 好 那我觉得 股票涨了之后 其实你再去看这些 我觉得你只能把它当成是指标 你观察就好了 好 那再看下一页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再回到 所谓的IP的部分来讲 前几天我也跟大家讲过 那时候我说什么 你看一下IP的部分 你比如说像3035的资源 当然我不是叫大家 现在去买这种股票 它有没有创高 对不对 然后你看一下6643的M3E的部分 股价是不是Q也在相对 我那时候是跟大家讲 上礼拜我说 这些的股票还有些在创新高 你对大盘其实真的不用担心 因为主力业内还有一些的法能 都还在操作 这些的股票你在担心什么 尤其在上礼拜三的时候 你最担心的是我们知道 好 那这些股票我相信 它还是会进行所谓IP里面 或者ASIC里面 它自己的一个轮动 可是你说真的 这些股票你买了之后 你现在还有短时间 比如说到过年前 你还有赚三成的机会吗 我觉得很难 很难 真的很难 赠一赠 高档的股票赠一赠 有可能你就容易被洗出去了 但有什么漏网之余 大家还没有发现 我觉得其实AI的部分 大家真的 我从之前看到现在 真的大家比较少提到的 就是硬碟 硬碟 对 我跟大家报告 硬碟的部分 对 没错 硬碟 你等一下 大家比如说像希杰 等等这些 好 我们看一下故事 等一下让大家看 硬碟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这一块 你在所谓的伺服器的部分 尤其AI 对 你的容量肯定要更大 对啊 当然 你不可能说 D-RUN等等这一些好来 所以深层式的AI 它被视为所谓的 吃电的一个怪兽 那你看一下 用电量来讲的话 会逐渐的增加 那伺服器 在所谓的一个AI的 这一些伺服器等等 其实它需要更多的 所谓的储存的一个空间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说IDC 它指出2022年到2026年 全球的硬碟 就会涨一倍你知道吗 2022到2026 对 就四年 最主要是因为 AI的推论 或者是模型的一个应用 对 没错 所以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 那你不相信的话 要装这么多的资料 要怎么装 当然你要用所谓的硬碟的部分 好 你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美股的部分 因为这些股票 没什么人在注意 很久没人吃一个 对 很久没人吃一个 你看一下西节 西节最近这一年涨了43.95% 这个是从大概最近这一年 你看之前 因为大家对于哈迪的部分 尤其是下半年 对 其实大家真的都觉得 这就不好啊 你知道 那结果你看一下 股价可以这样涨 这个真的很厉害 那去年EPS 它那快期年度 当然跟我们不太一样 可是就以去年的EPS来讲 预估0.13% 今年大概4.25% 好 威腾的股价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这一年 你说加算了还不止 对 你看一下 上去你看 这个都是最近这半年 真的喷出的 可是台湾呢 等一下再来跟你讲 去年的EPS预估多少钱 负3.3% 那为什么最近会大涨 其实我跟大家不知道 这个就跟AI伺服器有关嘛 就是需要跟AI有关 因为它需要用到 更大的储存量的部分 那这两个 其实它都是硬碟的 龙头的一个厂商 好 那假如是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光阳科的部分 1785的光阳科 因为全世界硬碟的公司 很多的一些材料的部分 它都要跟光阳科买 那光阳科呢 其实去年EPS 预估来讲大概2.2 今年EPS大概是2.6 是群预估的 那你看一下 这个是去年是赔钱 股价50几块 赔3块多 这个是去年有可能赚0.3 股价在890块 然后股价也大涨 那你说这个赚2.2 预估今年有可能赚2.6 股价今年以来几乎真的 就是一年之内几乎都没有大涨 好 那我跟大家讲 其实所以股票是这样子 就是大家比较不知道的 其实才有可能会有标股的基因 那你看一下 当然刚刚所提到的 因为AI带动了巨量的一个 资料的一个储存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 全磨层把财供应商 全球硬碟都是它的客户 你像吸血等等 那硬碟的把财的部分来讲 它大概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市占 然后它又是台积电的概念 对 三麦米等等 所以你看一下它有AI 又有台积电的供应链 然后之前不是大陆 都在稀土的一个管制的部分 就是中美角力嘛 对 没错 比如说家 者这一些来讲的话 有一些的管制 那当然它的部分来讲 它也有做这些东西 就是回收 提炼等等 然后一些排炭 好 另外一个 其实讲了基本面之后 我跟大家报告 它有两大股东 伸具我们就算了 可是伸具你看一下 8942的伸具 我们看一下它的现行 你把它还原全职 你把它稍微缩小就好 还原全职 时间不用放那么久 对 好来 你看一下 再缩小 再缩小好了 你看一下 股价涨成这样子 它的私募的时候 就是它私募50块 它是50块去买的 所谓光阳科 另外一个 你比如说像3653的建策 建策当然是散热大厂 你看一下 它的股价也这么强 它也用50块去买光阳科 它也是用每股50块 然后伸具也是用每股50块 去买的光阳科 那你看一下1785的光阳科 现在多少钱 38块多 所以你都比 你都买的比他们还便宜 你知道吗 我的意思是 其实像这种 有比较大的 所谓的股东的部分来讲 你像所谓建策 因为建策你有可能买不下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 你就会选择 它的一些转投资的部分 跟它有相关的 那当然有一些的 所谓资讯的部分 不管是产业 不管是个股的部分 都会在我们的周报 那你可以加我们的Lite 来收取我们的一个周报的部分 的确AI扩散效应 大家觉得散热 今天连PCB、CCL都涨上去之外 漏网之余 赵丽老师抓到了 没有想到这AI伺服器 需要大量的硬碟储存 那做这个硬碟巨头的 西捷跟威腾 股价去年大涨 台湾的相关供应链 还有人没涨的 大家可以跟老师来联络一下 相关的资讯队 放在Lite里面 如果你有问题 也都可以来做提出了 另外一个是台积电 在台积电法术会之前 好多的供应链概念股 喷得不要不要的 那这个现在看起来 台积电的今天 股价休息 供应商也开始有一点点 涨不太冻的味道 老师需不需要担心 我觉得不需要 其实跟大家讲过 台积电的供应 它就是轮涨的一个架构 你看6187的 宛润 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其实说真的 筹码比较安定 那你看一下3680的 加根 是不是今天也创波段的新高 对 上礼拜涨 对 我想 都相当于 你就找位阶低 还有1785的 观望科的部分 刚刚有提到 我想就不再多做说明 那另外的 Wi-Fi7的部分 其实也可以特别的 一个留意 因为我觉得Wi-Fi7 这一块来讲的话 其实在未来 在尤其新年 其实它的爆发力是 对 没错 那你也特别注意一下 你比如说像 3704的一个 核情的部分 因为它的股价 其实说也在相对 位阶低 这种股票只要一拉 我想爆发力都会蛮强 尤其最近观察到 这美股当中的 博通股价 表现也很强势 那网通股呢 就是看博通表现 有没有机会带动 网通股呢 业绩好的一起向上冲 大家可以跟赵业老师 来询问啊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可以跟赵业老师 来请教之外呢 很多质量放在Light 里面同学们呢 都可以参考 老师有时间会跟大家 做回复 还有这个互动咯 管理一下美超为单日股价 这个喷了百分之三十六的幅度 伺服器前波的黑K棒 有没有办法顺利的吞下去呢 如果真的吞了下去的话 再向上涨海阔天空吗 大家都想问 那相关概念股 还有谁位阶低可以留意呢 我们请问展哥啦 休息一下 索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这个AI大军呢 尤其是美国的几档个股 超为跟辉达 联面的创下新高 但上个礼拜五呢 美股当中最飘悍的 不是这两支 而是美超为 美超为呢 宣布要来上修 上一季的财测之后呢 哇 盘后股价大涨10% 那当天礼拜五开盘 是狂喷了36%的幅度 那几乎大家可以预测 今天AI概念股 又是一个大场面了 我们叫它是美国的伪创 运作伺服器的嘛 AI伺服器成长 加一般伺服器复苏 欢迎接受云端巨头 会加码追单伪超为 那最新的财测呢 跟这个营售EPS 都比原先预估的还要好 外资也大买了AI大股 再买产业中下游 包含了外资四连卖伪创之后 买6.4万张 目标价目前喊到 那广达呢 今天最新欧系外资 给它目标价是299 技嘉部分呢 外资目标价是350元 那外资二连买买了 9000多张 就连了第一位接的台光电 久违今天供到亮灯掌停板 这个是来蹭的吗 还是说真的有转机 大家开始又把这个眼光 放向这一块了呢 展哥我想问呢 这个美超为概念股啊 大家熟悉就是华太嘛 或者是说立台 那立台之间供掌停板 那华太有点点开高走力 不过没有关系 它的大掌也让伺服器大军为之一正 可是从技术面做观察后 记线上上呢 开始有足底表态的味道 可是这些概念股 前波都有非常大的黑K 等着它们要去化解 能够化险为夷吗 OK 这个地方当然 我们第一章讲什么 大哥是对的 有没有 因为上礼拜是什么时候状况 礼拜四的那个台阶研发说嘛 礼拜五就马上认错 对不对 但是我们就回头想 外资你看前面倒成那样 好像真的一样要落跑了 结果马上一天又买800多余 对 因为上礼拜三是 史上第三大卖超 礼拜五又史上第二大卖超 对 但是我们回头想 它到底在干嘛 但是讲到这里 我们先跟产物朋友讲一下 其实你不要怕你错嘛 外资也错啊 对啊 这错得很明显啊 但是OK 我们要想外资为什么会走 第一个点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说 它可能会嗅到所谓的降息 可能会越来越远 对 那这是第一个 那在红海危机嘛 地缘政治的风险换美金 也是正常的行为 但是你说换完了之后 为什么叫大哥是对的 台积电出来 因为他一向都看得很准嘛 那我说我今年我就觉得 二十几%成长没问题 所以是不是立刻回补 对 OK 那这样回头来想 我们就要思考一件事情 其实外资在前一波 大量回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是这时候 十一月嘛 十一月开始大买 对 十一月第一天我们是不是讲说那个 不要太悲观 对 然后就一路涨嘛 然后涨了三天涨了多少 四天涨了700多点之后 我在我自己节目 也跟大家讲说 四天745点 只是开始 所以大家记得要扫QR口 扫QR口 因为我们频道会讲一些 比较细节的东西 然后再来 你看这一段过来 是不是一路涨 一路到这里 但是你看到这边 连续甩两天之后 这里上来 那如果你看真的大买是在这一天 对 上周五 那你说这个点一定不会是高点 对 没错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还是会上去 那问题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想 外资在干嘛 我们要做什么 那当然我们先从第一个 它回头要怎么买 因为我前面已经错了 我回头 毛起来买 对 但是毛起来买我不可能乱买 因为我买个800亿好了 我买1%就8亿 我们就3000亿的成交量 2000档股票来算好了 一支才1亿5 对 我一档买8亿 我不是买了一半都涨停的 对 所以我要敲一定 敲什么 敲大股 这是第一个 所以要回头 第一个要买的一定是 第一天一定是买大股 对 所以第一天买台积电没有问题 对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地方大概就是这样 那你说为什么这个题材 从台积电的角度 它的那个整个 法说会来讲的话 很明显就是先进制程 哇 大幅要升 占比大幅提高 那这个地方当然HPC 智慧手机等等 那当然就牵扯到 所以AI的题材 所以AI先买 这都没问题 然后这个技嘉 技嘉不算大股 因为股本力有几亿 其实不算大 但是在里面是有代表性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先提醒大家 过去我们在12月多的时候 跟大家讲说 你不用卖了嘛 就等了嘛 对不对 然后上来之后说 有机会回撤记线 就你看全中 有没有 这边到这边都中 结果这一上来 那我就要告诉你 差不多可以调节一下了 因为这里有一个 比较大的头部 所以今天特别跟大家提醒说 这一档稍微注意一下 那当然这边如果上去 还有一个三百块的关卡 三百块能站稳 要挑战这头部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可能需要时间 所以你说年前 在这个时间点 你说是不是该做个调节 我觉得可以 这个是技嘉的部分 好 然后另外大家在买的 广搭 也是广搭 广搭一样嘛 我们是这边说 不要卖的嘛 对 这边说会回撤嘛 那这边也是创高 好 那这里创高 当然也遇到前面的头部 是啊 但是这里客观讲 这个底部其实也是打得 蛮平稳的啦 所以你说真的想等 确实也可以等 上礼拜我妈也问我说 要不要等一下 妈妈也套哦 我不知道她是 怎么会这样 没有没有 她应该第一档买的 对很棒 但是她偷买的 我不知道 但是OK 这个地方我们讲重点是什么 你看前面这一段 我们是不是说 投信先偷偷买 然后外资稍微有点回补 然后是不是就上去了 所以这筹码的角度来看 然后伪创的话 其实前面 讲实在话 这里上去下来很快 但这个底部也达很久 对啊 所以这两档 我觉得相对技嘉 可能可以稍微等一下 好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你看投信 先买 然后外资再买 所以这个地方 它没有筹码面 没有明显的转折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看 因为这种股票 还是外资喜欢的 对 但是我们就再往后思考 前面先买大股票 但是我不可能每天推广达 是 因为前面就一群散户 在等着我解套 我还推给你解套 不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要思考 这个时间点 我们就可以扳回一些什么 过去我们跟大家介绍说 HPC AI相关的题材 我们注意哪些股票 那几个角度 第一个我们讲这叫优群 3217 对HBM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觉得 它的状况 就是就产业的角度 我觉得它还是有趋势 而且事实上 12月营收开出来 也还是不错 维持一个稳健的成长 那时候我们介绍在这边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的重点是 法人想的差不多的意思是什么 外资是不是法人 投信是不是法人 对 是 所以他们买股票 都要跟对投资人交代 都要做研究报告 所以他们势必都是要 跟产业的角度去做思考 所以这概念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推荐 长了一段 但是你看 后面的这一段发生什么 是不是一个横盘 对 横盘了一个多月 而且这里稍微有跌破又上去 但是还是明显的一个横盘格局 对不对 那在强势横盘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你看投信 又跑进来买 对 在一月份的时候 默默进来买 但是什么 股价没有动 股价没有动 然后你说外资 就偷偷想买一点点 买一点点 但是你看法人在整理的时候 反而是回头来布局 那这种时候 你想投信认同 那外资的法人会不会认同 就有可能 所以像这种 投信有偷偷买的 然后又强势整理 并没有破坏多头格局的 我觉得这时候可以注意 那当然今天就顺势创新高嘛 OK 然后再来像这个旺系 旺系也是有一天我们是 特别专题介绍对不对 那旺系当然在那个探针卡 测试机做设备等等 差不多就是那些东西 我们介绍过不多谈 但是你看我们都讲完 我们是在讲到这里 这里涨上去之后 你看这一路是不是沿着什么 五日线 十日线都没破 但是你看这边投信 也是买在比较高的位置 而且很明显是这边一路买上来 也是突破的时候在买 但是你看这一路上 它是强势整理的突破 它是在涨的路上 失线一直都没跌破 失线我们讲叫短期的那个 重要的分界嘛 所以失线也没破 它也算是在创高 那这种状况你是后续 如果没有跌破五日十日 是不是都还有机会 那如果特别是什么 投信如果还继续买 甚至外资还加码买 那我觉得这一组 有没有机会就还有 好 这个是比较稳健的角度 然后再来 台光店或骑鸿 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刚刚讲的 有部分是筹码的因素嘛 那现在这一档 这一组就是更筹码了 那当然台光店CCL的部分 本来去年 前年 前年第四季我们就讲 CCL本来就会受惠在 那个AI伺服器 对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是这样 它这一段涨上来 那时候我们大概八九月的时候 我们提到一个观点 我说这里第一个涨不上去 有点在争议的歌曲 为什么 因为头信持股在高档 对 那时候我们说头信持股 两层算是相对高 那头信再买的空间不大 是 但是你看 后面这一段继续整理 头信狂到 头信狂到 股价有没有狂杀 还好啊 跌不下去 股价跌不下去 所以跌不下去之后发什么 头信回头买 然后这里 头信再买的时候 外资还在到 所以有两种状况 第一个前面相对比较高一直到 到的时候股价下不去 那有人在接嘛 对 那下不去 头信回头买的时候 外资再到 那肩上来 那是不是有可能晚上什么 会不会看到说外资回头 或者是头信又大买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奇怪了 那前面这个位置 443的位置 如果站稳 是不是462前高的位置 就很容易过 甚至会不会再拉下一段 这有点箱形的概念了嘛 对 因为这个箱形整理大半年了 对 就整理这么久了 对不对 然后在这边 齐鸿齐概念上也是一样 你看这边也是相对高档 这里头信开始大卖 但是大卖这里 确实有点要破底破底的样子 但是每次破完又上去 破完又上去 好像就是什么 周星驰 有没有 叫你死 但是我不想死 我还要挣扎 但是这真的就上来了 但是你看上来的这一段 外资是不是开始在卖 头信这边卖一卖 好像也开始 有点小幅的买超 所以这个状况是什么 外资默默回补 刚刚是说头信卖不下去 所以像这种的角度 你不用想说 这时候再找什么新股票 因为我相信大部分投资人 不像我们一样 每天会找新股票嘛 但是你回头去找这些 好像走势相对稳健的个股 然后筹码面有偷偷变化的 大家记得过去那个 宏肌就是这样 偷偷再买 但是股价还没动 就外资一直买一直买 头信一直买 可它都不动 对 它就喷出了 对 我觉得这个 在现阶段可以注意 而且这种行情会沿接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 今年我觉得重要的是产业行情 我觉得今年可能会是 一波大的产业行情 那的确有一些 刚才包含展哥讲到的 旗虹 台光电 或者是技嘉伪创等等 这些AI的一军 有开始发动 那筹码面的变化很细微 大家都可以跟这个展哥来联络 就参考一下展哥的Light 跟老师来询问 不过呢 其实在这个 海基店之前压抑的过程当中 这个铜板股的表现 前阵子非常飘悍 好多档五十块以下 这长得无法无天 但在这个AI一军或大哥 回来之后 让铜板股稍微有一点点 失去了买气 我就想问这些很妖的标股 还有没有机会 OK 好 当然我们先补充一下 就像刚刚我们讲的一些 个股是什么 其实我上礼拜 我在做筹码筛选的时候 一筛出来全部都大股票 对 那我就知道 今天这个盘一定不好玩 为什么 因为外资会怎么想 拉到你不敢追嘛 所以提醒一个点 这种时候 如果你看到有一些股票 假设像台光电 其实今天我联系 真的拉到不敢追 对 今天连线 那个十年多连线 我还在讲说台光电起哄 我说起哄你看 这个状况 我觉得有机会嘛 对 但是你看 后面是不是拉长铁 对 对 所以我们讲的时候 刚好还拉回 所以这种格局会是什么 你就想嘛 十一月的格局是什么 我四天先拉个700点 你不敢来嘛 你不敢来我再拉 所以这个时间点你要干嘛 勇敢 但是也不用太勇敢 你不要说勇敢 老师说要勇敢 说哈了 不是 你至少先买部位 先有部位 你可以等回头支撑的时候再接 这是一个策略 这是一个操作策略 然后再来我们讲 红包行情 刚前面是比较偏向产业面 对 那现在讲红包行情 那这个讯导我们是这一天 1月8号 我们再连线介绍的 然后这里喷山根嘛 然后这里整理完 十字线是不是没破 对 对不对 好强 结果上礼拜有长庭 今天又拉长庭 所以红包行情追逐小标股 这个时间为什么我们讲红包行情呢 12月已经收出来了 所以去年年报 二三年年报的第一行数字都有了 所以大家会猜 那迅达是什么状况 12月的时候狂爆发 对 对 这个是它的格局 好 那你看像这一档光红 也是一样 它这边涨一波 这里回来是不是十字线守住 所以这两档都守住十字线 算是强势 但是我们就要注意什么 一样看筹码 但是我们不是看所谓的外资投信 因为外资投信可能也不太会玩 对啊 不会买这种啊 对 所以这个过程我们就要注意资券的变化 好 你看这里上来是不是资先走一波 后面这里资也在累积 但是你看券是不是开始进来 券开始进来 所以现在它券支比拉高到33%多 将近34% 其实还不算高 还不算高 所以其实如果像这种格局通常是什么 有人在用 有聪明的大户 散户的大户 用融资在操作 所以像这种状况 如果它还是能维持强势的 那个均线守住 然后券支比还能拉的话 可能都还有轄控行情 然后最后我们就讲 神盾集团 对 因为上礼拜一 我在友太的节目就在讲说 其实神盾大家都说 长那么多不敢讲 不敢买了 但是我觉得它的状况 各位看它的券支比 其实这20多% 然后它来到10几% 15% 20% 对 安国 然后这里其实也都还会是 并不算很夸张的卷支比 所以就卷支比的角度 这是筹码的思考 其实我觉得这行情看起来没有完 而且它的走势有没有弱 没有 这是五日线 这是月线 神盾家族整个认为还没走完 对 还没 所以在做梦行情的过程 其实外资你不见 这种就有可能外资买 这种可能就真的 外资有可能进来炒 所以这个地方细节 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 对 大家就锁定我们的频道 我们再跟大家做分享 好 那提醒大家 如果要这个找到展哥的频道的话 都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萤幕上面的联系方式 那更加细微的操作 我们时间有限 不过大家可以跟展哥来询问 你更多的问题跟节目当中资料 都会放在Lite里面 大家都可以跟展哥来互动一下 我要聊一下 这个美股当中的超微挥打 股价续创新高 但是为什么今天看到AI伺服器续工 台积电却涨不太动了呢 怎么样来做操作呢 我们请问等老师 我要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今天这个AI概念股 几乎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但除了一只股票 那就是上周最强的台积电 还见一个讯息告诉大家 现在神山人人抢 龙潭厂呢 这破局之后呢 其他的县市狂招手 可能会落脚哪里呢 最新消息传出来 一奈米厂会落脚加益哦 百公顷用地需求 总投资预估破照 那还今天回应啦 说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那外一次上个礼拜五呢 社创下时商第二大卖超 卖超买了807亿元 就有光台积电一档 他就买了十一多万张 金额呢 九成都去买了神山 荣登买超榜第一名 那现在的这个行情如此好 气氛这个灯光美气氛家 那台湾先生谷月涵呢 他说啦 他非常看好 AI的相关的这个 效应可以带动概念股呢 这个产值跟市值往上攀 那台北股市 万八OK 可是要上两万点 他还是有点担心 不是那么有信心 因为呢 可能国际因素啊 美国降息的进度啊 或者是地缘政治风险 都有一些干扰 但是呢 这个美股当中的 这个AI双巨头 已经先跑在前面了 超微上周五涨7% 收174.23美元 再创新高 辉达也涨了4% 收594.91美元 也创新高 中信头顾说 辉达B100 有望采用水冷解决方案 谁受惠呢 上周邓老师就讲啦 AI伺服器散热 怎么可以遗忘 尤其是高档整理 就是在准备爆发 齐红双红 有望吃补 那齐红前三季赚了 9.75元 今天亮灯涨停 双红前三季赚了更多 11.71元 挑战前高388 见准部分呢 其实获利很不错 股价未接低 也重返了月线的关卡 老师包含了台积电 包含AI伺服器 包含散热 都要一起问 因为我们上周都有追踪 第一个问台积电啦 美美超为大涨 挥达华安迅也来到台湾 台积电上个礼拜五的激情演出之后 外资买这么多 但今天为什么涨不动呢 好的 我想在昨天 上礼拜外资买了11.2万张 那大家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上个礼拜有台积电的成交量 你再扣掉他买的11.2万张 等于说今天台积电成交量就少了10万张 对啊 那代表什么 他买这个他也没有 他买了他不会卖 那也就是说他在上个礼拜为什么要买 当然是法说会的好 再来台积电ADR早就领先两天了 如果同学们看我节目一定很清楚 因为大家担心什么 选前的不确定因素 又担心法说会会讲什么 可是那两天我们看到 台积电ADR早就表态了 所以他势必会怎么样 会拉动我们的台积电 等到不确定因素出来了 法说也公布出比预期的好 等于是裁测的高标了 那大家就回头想要买 可是在台积电ADR 美国人早就买好了 那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说 那外资认错没有错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 也说在跌的过程当中 其实外资是两手策略 他在旗子的空单 就是为了先压低结算 那你说他现在再买回来会追高 也不会追高 这我们跟同学报告说的就是 当外资要回头买台积电 他要买一定的比例 他会一直买 慢慢买 慢慢买 买到够为止 所以基本上各位来看到 台积电的现行好了 你说台积电上个礼拜五 这个跳空缺口 你知道记住几个数字 这个缺口的上方是614 缺口的下方是589 你说今天他开高 稍微走低收平盘 他连上个礼拜五的低点 碰都没碰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支撑 我们说缺口理论告诉各位 三日不回补缺口 那多方式都不会改变 各位可以发觉 他底部是越电越高 今天他这样洗是个好事 为什么 他把空间让给AI 让给其他的台积电的相关 大同盟 这是一个好事情 所以台积电各位只要记住 614没有跌破 你通通不用怕 你持有者就是虚报 可是比较关键就是在于说 你是在跌的时候 这个地方大家害怕 因为没有人想到说 他会跳空大涨 连我没有想到 但是我却很确定地告诉各位 他一月底前一定会看到六字头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台积电 ADR已经告诉我会涨 只是说他一口气把它涨回来 他就是好事 为什么 各位 如果他没有这个跳空大涨 我们回到加权指数 好 大盘 如果他没有这个跳空大涨 请问各位 你看到这种线型是不是挂了 迫际线 全部挂了 他如果没有这样跳空大涨 没办法去扭转整个大盘 当他这样跳空大涨的时候 KT从低档整个快速翻上来 所以上个礼拜我外资的大买超 他已经怎么样 第一个 宣示 这个盘你不能看坏 我要攻万八 势在必行 所以我把线型扭转了 那你不要指望说 我今天再买11万张 不用 我上个礼拜我买好了 那开始就看个股表现了 对 好 那同样各位看到齐宏 是 我说齐宏你不敢追 你可以买双红 为什么 因为两个 他赚比较多 股价差不多 对 我们看一下江波图 好 看江波图你就知道了 看一下双红江波走市 他最高388.5 对 是不是挑战前高过了 对 你看一下齐宏3017 今天380.5 你涨停板还输我 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做股票不是只看涨停板 其实后面的空间谁比较大 我们之前跟同学分享说 涨停板重要 创新高重要 还是你买了之后赚多少重要 大家都回答我 买了之后赚多少才是重点 涨停板创新高不是重点 如果说你今天去开盘涨8% 你去买 涨停板 赚2% 你公二涨停赚2% 如果你是买盘下 结果甚至它拉上来涨了5 6% 结果你可以赚10% 对 这个才是重点 甚至于说各位还记得见准吗 对 24 21 来看22 1见准 这一天这一天 对 这一天最重要为什么 放大 这一天 跌破96块 我当时自卡说96块附近就买 当天收95 6 买啊 你一定买得到96 对 买啊 你知道96今天107.5 96今天107是超过10% 这才是重点 我们买股票的重点在这里 你买了之后赚多少钱 而不是说它涨不涨停 或者它创新高 如果涨停板是赚2 3% 或创新高是多个3% 可是你要提防是风险 万一它一个回档怎么办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 台积电已经把大盘扭转上来了 然后台积电相关供应链 各位就发觉 今天星云也长得不错 其他灯也长得不错 对 都是低位置的 就是说已经长很多的 你就把它当指标 然后你看金材是最伟 极其最低的 目前整个台积电相关大同盟 它极其最低 然后散热渐准 它是极其最低 而且是本益比最低 所以你发觉它后面 为什么在上个礼拜 跌下来的时候 我反而告诉各位 96附近就买了 不要参那几毛了 你买到你就会赚到了 至于说生技股 我要继续跟各位追踪 今天大江是红的 宝瑞是小跌的 基本上如果当电子股 稍微休息的时候 生技股也会动的 所以这些都是好股票 同学们先扫描一下QR Code 加入Light 搜寻到我邓老师的直播 那有很多股票 在节目上时间有限 没有分析的 我的直播也会持续 跟各位做追踪 好的确 上个礼拜 邓老师就提醒大家 海鸡店不要悲观 这外资结算之后 有机会向上 一月底六字头 已经顺利的达正了 那海鸡店 跳空大涨休息 把指数空间让出来 中小行股 有一些位阶低 题材优的 还有机会表现 大家可以跟邓老师 来联络跟提出你的问题 那老师 我们从K线来做观察 OK 像今天我早上 最高633的位置是 我觉得印图了 这个时候 我要给各位看个重点 因为有很多同学在问说 台积电跳上来了 没有买的 什么时候要来买 我说很简单 620附近你就可以买了 今天也有拉下来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各位来看 这是上礼拜五的大量 因为外资就买了11多万张 11.2万张 你这个对过来 比这个量少 对不对 也比这个量少 这个量少 这个大量趋势在低档 也说这个已经是强力支撑 没有问题了 股价是在这边 在这边再往上看 比它量大的就这一根 这一根 618到669 那一天的交易价格 就是618到669 所以当时我们从周线 跟同学们报告说 你不用担心台积电 台积电这个大周线缺口 连补都没有补 有没有 上礼拜它只碰到最低 之前的低点就是574 所以当时我又告诉明君说 我又把台积电拿出来说 我认为它要过了 因为整理的差不多了 那就过了 就包括我们之前讲的 伪创广达 我想同学们印象最高 1月9号 那一天开高走 你收最低 我说不要砍了 可是说季线翻扬了 上礼拜我是告诉个 伪创还有跟停板 不要追了 明天开高开低都要卖了 不要追了 所以1月9号有听我话 买广达伪创的 行李明天都是站在卖方 要买等他整理 拉回再说 所以你看现在台积电的周 是告诉你我的高档顿化 KD在高档顿化 我的大量区告诉我 618到669 你发觉到今天台积电 纵使有拉回翻黑 618是守得稳稳的 它只到623左右 所以基本上 越接近那个地方 其实如果空手的 还是可以接 还是可以接 我觉得688 今年要过是太简单了 今年要过是太简单了 因为今年才1月 今年要过是很简单 那只是说外资看700多的 有没有机会 当然就要看他后面的营收 数字出来是如何 好 那看到樊宣 各位 低档交叉 这个就是比较低档 你说我不敢追台积电 那樊宣是可以注意的 机器低了 那宏康机器也算低 而且这个底巾打得很扎实 所以这样看这里 我才刚交叉 也就是说我这个礼拜 才正式要发动 所以宏康拉回来 都要站在买方 今天是小涨 星云今天也不错 涨得蛮多了 涨了8块钱 位阶低的 位阶低 这也是 加登也是 所以上礼拜我涨 今天续涨 虽然台积电没涨 可是这些就会涨 今天金材也涨2块 这个才即将开始 招叉之后涨势会加速 就会加速 所以它现在是很适合布局的 那再来宝瑞 这个是获利的鼓王 有并购题材 大疆是机器非常低 这里刚交叉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大疆 黑翻红开始动 那双红我们提到说 它获利是比所谓奇红好 两个有比价 你放两个股价差个位数 但是本益比比较低 一直你追我我追你 本益比比较低就是双红 如果讲到见准 你就更要注意了 为什么这个低点 上礼拜达到96块以下 那天收最低 我一样字卡没变 96附近买 你现在看到它在50才刚交叉 我找上印图的时候 最高是107 结果最后是收107.5 所以它更清楚地告诉我 我三个底完成了 而且这个才刚开始 在零轴之上才刚要交叉 MACD准备翻到零轴之上 对 一切都告诉我才刚要开始 所以基本上先看这一条颈线 好 我们现在颈线的位置 大概是110几左右 110几左右 112上下 我们可以看大概在这里 112上下 先看能不能突破 还要再看量 如果这个量要过一定要带量 就是要过颈线要带量 对 就确立更强 所以在96附近有听建议买的人 我会建议在112附近先卖一半 你有10张就卖一半 等它确认突破了 再买回去 因为你96到112就有空间 这一段可以先放口袋 操作是如此 然后再去享受后面一瓶等距 就是一步一步 因为见准去年前三季 已经赚赢了千年了 对 所以它的年龄